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 同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共同主持 中俄总理第20次定期会晤 会晤后李克强与梅德维杰夫共同结束 中俄总理第20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并见证能源、投资、金融、高科技、海关、质检、教育、旅游等领域 30余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结束